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欧洲杯节目 今天的新闻充满了惊喜和波澜 首先,德国召见土耳其大使 要求解释土耳其球员Mary DeMiro在比赛中的 狼狮首饰 这一首饰与其右翼组织有关 引发了德国的不满 其次,本届欧洲杯出现了 创纪录的9个乌龙球 这比前15届欧洲杯的总和还多 原因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是规则改变 有人则归咎于战术变化 最后,我们将聚焦即将到来的 西班牙对阵德国的比赛 这场比赛充满了悬念 西班牙以其技术和进攻风格受到赞誉 而德国则依靠深厚的清训体系 和强大的联赛结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卫报报道 德国外交部召见了土耳其驻德大使 阿赫梅特·巴萨尔申 要求其解释土耳其足球运动员 梅里赫·德米拉尔 在欧洲杯比赛中 使用极右翼郎竞理首饰的行为 此前,德国驻土耳其大使 因批评这一象征灰狼组织的首饰 而被土耳其政府召见 指责德国筹外 灰狼组织在德国 有约18500至20000名成员 是仅次于德国选择党的 第二大右翼极端组织 德米拉尔在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进球后 做出了这一手势 引发了土耳其一德国人的热烈反应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费泽 对此表示谴责 并呼吁欧族联调查和考虑 对土耳其队进行制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调整形成 计划前往柏林支持国家队 显示出对德米拉尔手势事件的重视 《卫报》分析了2024年 欧洲杯上自摆乌龙现象频发的原因 比利时后卫洋费尔通亨 在对阵法国的比赛中 自摆乌龙 使得本届欧洲杯的乌龙球数量达到9个 这一数字与前15届欧洲杯的总和相当 乌龙球数量激增的原因 可能与规则变化有关 2008年 欧洲联主席普拉蒂尼 决定将球员射门 被偏转入网的情况归为乌龙球 此外 球队防守策略的变化也是一大原因 许多球队采用低位防守 导致禁区内人多拥挤 增加了球员自摆乌龙的几率 尽管有多种理论解释这一现象 但也不排除纯粹是运气不佳的因素 CNN报道 德国召见土耳其大使 讨论土耳其足球运动员德米拉尔 在欧洲杯比赛中的狼竞里首饰 引发的争议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 费则警告称 土耳其极右翼分子的象征 不应出现在体育场内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计划前往柏林 观看土耳其对阵荷兰的比赛 以示支持 德米拉尔在进球后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 自己做出这一手势的照片 并表示 这是出于对土耳其身份的自豪感 土耳其外交部对此表示 欧洲联对德米拉尔 展开纪律调查 是不可接受的 认为德国当局的反应 是仇外行为 美联社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计划前往柏林观看 2024年欧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土耳其对阵荷兰的比赛 此前 土耳其国家队球员 梅里赫 德米拉尔因在比赛中 做出与极右翼组织灰狼有关的手势 引发了土耳其与东道主 德国之间的外交争端 德国内政部长南希 沸瑟对此手势表示批评 并敦促欧洲联 处罚德米拉尔 这一言论 引发了土耳其方面的强烈反应 土耳其外交部谴责这一调查 是出于政治动机 德米拉尔 在此前对阵奥地利的比赛中 打入两球 帮助土耳其 晋级四分之一决赛 并表示 他的庆祝动作 是出于对土耳其身份的自豪感 卫报报道 2024年欧洲杯的八强赛即将展开 西班牙和德国的对决 被认为是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比赛 西班牙队在此前 对阵格鲁吉亚的比赛中 表现出色 控球率高达75% 并以4比1获胜 德国队在对阵丹麦的比赛中 展现了激情和能量 凯·哈福茨的表现尤为出色 西班牙队 在主教练路易斯 德拉夫恩特的带领下 继续保持着技术和进攻的风格 而德国队则依靠瞬间的动力 和不可预测性 尽管比赛结果难以预料 但两队的对决 无疑将是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卫报还对四场四分之一决赛 进行了预览和预测 西班牙对阵德国的比赛 预计将是一场激烈的对决 西班牙队有望晋级 葡萄牙对阵法国的比赛中 葡萄牙需要依靠门将迪奥哥 科斯塔的出色表现 而法国队则需要调整阵容 以应对葡萄牙的挑战 英格兰对阵瑞士的比赛中 英格兰对需要应对防线的旋缺 而瑞士队则可能会在进攻线上 做出调整 荷兰对阵土耳其的比赛中 荷兰队在上一场比赛中表现出色 而土耳其队则因为 德米拉尔的庆祝动作 面临欧族联的调查 根据预测 西班牙、法国、瑞士和荷兰 有望晋级半决赛 The Independent报道 英格兰队在2024年欧洲杯的征程中 经历了惊险的晋级之路 尽管在小组赛阶段表现不佳 但他们在最后时刻 通过哈里、凯恩的进球 战胜了斯洛伐克 成功进入八强 球德、贝利厄姆 在比赛的第96分钟 打入一记精彩进球 尽管庆祝动作 引发了一些争议 甚至可能面临欧族联的调查和进赛 英格兰主教练加雷斯、索斯盖特 计划在对阵瑞士的四分之一决赛中 进行重大战术调整 考虑采用三后卫阵型 并将凯尔、沃克一致中后卫的位置 布卡约、萨卡 可能担任左后卫 菲尔、福登表示 球队需要在场上更加主动 以解决进攻问题 并强调球员们需要承担更多责任 英格兰队在四场比赛中 仅打入四球 进攻表现备受批评 但福登相信 球队正在逐渐提升表现水平 瑞士队的比赛 将是对英格兰队战术调整和整体表现的重大考验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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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